想用聖盾流跟我玩 這流汗真的超爽 平手 平手 應該是完全打不贏他 所以他選擇升級 小人的手下多了個金幣 平手 算了,算了,呵呵,算了,呵呵 Oh my god,呵呵 聽說你的手下都只有一滴血 他卡,欸? 喔他剛才伸上去 這配超寒的 吃傷害吧 呵呵 呵呵 所以這邊要決定的事情是三個一 應該是這樣比較好 金石屍鬼喔,其實我超級想玩金石屍鬼流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有一個流派是 要金石屍鬼跟最好是金男爵才玩得起來 那個流派超好玩的 可是超難玩 因為 基本上那個流派要玩起來的話 要三合一到男爵 而且最好要有金男爵 一般來說,最好要有金男爵 而且那個會 而且那個會 哇他好強喔 等一下 喔等等,還是不會贏 他有少一個三星卡欸 對 他是哲魯斯玩家喔 哲魯斯使用者 哼哼 哲魯斯玩家 好像一定要拿這些東西 只要我不知道這樣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就我不知道 譬如說如果說這兩個一起觸發的話 這個會先觸發再觸發這個嗎 所以理論上如果兩個一起觸發的話 應該是這樣吧 他怎麼又跑到上面去了 我們剛剛不是才打他嗎 還是我的錯覺 沒有我們剛剛的確有打他 我忘記我是戴瑞了 戴瑞射到四星是沒問題啦 只是我覺得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我想要玩這個 其實想要玩這個是一個問題 可能要找專業人士協助 他尖角形應該蠻大的也是一個問題 998後生 我是大概很難完成那個流派 為什麼? 其實這大約這一點應該對流派有正向的幫助 我是這麼認為 我認同你選擇這個的用意 這兜 好像應該做超大 可以先燒完再橫掃吧 這感覺超殘忍的 快會太大燒不掉 快會太大燒不掉 好 我可以告訴你戴瑞玩這個流派的額外好處 就戴瑞玩這個流派的額外好處就是你怪可以做大 所以原先的多頭蛇假設你不buff的話 他會直接被那個燒掉 可是因為你可以做憨事 我可以做憨事 所以可以做憨事之後 這個會被燒掉 我要拿這張 其實不用玩到這個 慢慢轉吧 應該不用著急 我其實還是不太想他被燒掉對不對 我還是一直來耶 不拿他們感覺好對不起他們 所以好的理由是 就是這個不會被燒掉之類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這隻來控制他會不會被燒掉吧 我猜啦 看看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等一下還是死了 呵呵 等一下我想錯了嗎 我想錯了喔 好吧 那個看起來 那看起來那個要往後白 這隻好痛喔 這是燒 燒2滴2次嗎 這會燒4次 所以看起來他也不會先buff到 所以我還想辦法buff這張之類的 有點想升級 趕恩 只是這樣子另外的問題是之後等下會燒不掉 呵呵呵 因為之後我們其實會想要他被燒掉 應該不是先後觸發 因為前面死生版就會先觸發 好 好 不要打邊邊 拜託 兄弟 別打邊邊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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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之後也很好換啦 我們要先拿到那個才有 才有資本 我們要不要拿白狼 白狼 白狼 這個也還可以 先扣著吧 這個很好 不知道先上聖盾會不會比較好 如果說這個變成燒 6滴的話 這隻就會死 就如果這個變金男爵的話 不過這個流派其實還蠻克 現在的聖盾流的 他有兩個三合一有點丘欸 可是像他如果機械沒有變大的話 會直接被燒死 有白狼當男爵就能玩 可是還是要金的這個 才能夠把男爵燒死 感覺打不贏 呵呵 還行啊 手帶搖 想辦法抓 可是金男爵的話 我其實就不用動這一隻 蛇喔 可是蛇死不掉對不對 可是蛇應該比他好 現在來說 白狼 嗯 他死不掉 呵呵 所以我其實想讓他死掉 我要鎖這一隻吧 嘖 其實不知道該不會鎖這一隻 可是這個應該 對啊 多頭其實應該比這個強 好險我們先攻啊 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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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這好像還是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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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應該要跳這一隻喔 所以我應該要跳這一隻喔 我的 激男奮戰 嘖 這樣感覺還是有點弱 呵呵呵呵 這樣感覺還是有點弱 是錯覺嗎 這男爵有點憨耶 有人說他雜譜來防這一隻 我可能要做一點事 遇到如果說遇到金男爵的話 可能要做一點事 就跳一點東西到男爵身上來防 因為我們最低的是四弓嗎 理論上 要死身或獅子 我們要狼啊 我們要感染狼 感染狼就可以 其實感染狼或是那個 鼠檔一下都可以 看一下這個好像 這好像有點強 等等 呵呵呵 那個好像有點強 錯覺嗎 我要打到第二次,有點賺 哦,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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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獲全勝,BJ4 26.3% 哦,又打到他了 炸彈 這要怎麼抓 這樣就夠了吧,還要再更多 這樣夠嗎 這好像還是不夠 這樣還是死而已 你看要拿這個吧 哦,等一下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就可以了,這個很好,OK,沒問題 哦,他沒甩棍了 他百分之百會死 想用聖盾流跟我玩 哦,等一下有點多次 我忘記是六次了 我忘記是六次了 哈哈 感覺得我自己有點爽欸 就是真的挺爽 所以我們現在變強方法是多投,或是 恩... 贏了 吃雞囉!好久沒玩這個流派欸 這流派真的超爽 一般來說 要吃雞可能需要金男爵 而且 還要想辦法防 防那個甩棍 不過其實聖盾防甩棍 是蠻不錯的啦 可是這個流派 就是長這樣的話長這樣一般來說 只有戴瑞玩得起因為 因為多頭特別大 就是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是全場打6 所以 這多頭就算只被buff一次也會死掉 一般來說 這個流派 這邊會把 這一隻或這一隻會換成那個 恐狼啦 一般換恐狼就夠了吧 如果說是金卡的話恐狼就夠 如果是 如果是普卡的這個 那個17的話 應該說 可以拿恐狼也可以拿 那個獅子啦 如果是金卡的話可以拿獅子 因為金卡打6嘛 就如果這兩個都金的話可以拿獅子 這個金這個金就可以拿獅子 可是如果只有這個金然後這是普卡的話 金石屍鬼加上普卡17的話 這個陣容我到現在只玩過兩次而已 然後我的改良都會都會加上多頭蛇進來 加上多頭蛇進來這個陣容變強蠻多的 這是我的改良啊 其他實況主的這個流派是沒有多頭蛇的 這個真的只怕甩棍而已 可是加上這一隻的話又防甩棍 所以基本上就無敵了 不過這邊還有個問題是 這個其實有點 這個不能合金啊 白狼不能合金啊其實還挺汗的 再額外講一下這個作用 這個作用是有一次死生是從左到右觸發 就假設桶子死的話 死生是從左到右觸發 在我們現在這個陣容這裡不會有影響 假設有鼠檔或是感染狼或是獅子的話 有獅子的話你要雙金才可以用 那你的獅子要擺在這個白狼之前 也就是獅子 獅子感染狼或是那個 鼠檔要擺在這邊 其實就有點憨了啦 應該說就會變成說這個白狼要擺在這裡 然後這兩個一樣在前面 然後反正鼠檔要擺在這隻之前就是 因為鼠檔的死生要先被開 然後裡面東西在全部被白狼的死生Buff到 然後這個陣台一個很強點是 我們擺聖盾在這邊會防一次擴散 所以就算第一次擴散 我們也不會虧啊 因為反正還是同時死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有Token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合金的話 然後有一個Token的話 那我們就會改很多白位啊 大概就這樣 現在這個陣超克 現在很夯的聖盾陣了 因為你就狂燒猛燒 其實可能我不知道兩個聖盾魚 跟這隻會發生什麼事啊 不知道聖盾魚有沒有辦法被這隻燒掉 不知道全場燒6燒不燒掉聖盾魚